现在禽流感疫情来势汹汹 政府也呼吁民众 这鸡肉一定要完全煮熟 才能吃 但是有民众在超商 买到这么一款烤鸡三明治 一打开发现 这里头的鸡肉 竟然是没有熟 那么把这个照片拍上来 然后po上网 不少网友就痛批说 哇 这算太夸张了 这品管有问题 禽流感疫情这么严重了 还出这样的包 那么对此 超商是说 已经联系消费者 道歉 也会拿回商品查个清楚 现代人求方便 最常到便利商店 买这类三明治填饱肚子 不过却有民众 买到的鸡肉三明治 竟然没有熟 中间的鸡肉 一整片都是红红的 掰开来看 里头根本像是一块生肉 向着民众拍照po上网 买烤鸡三明治 根本没有熟 不少网友更在下面留言 这肉也太深了吧 好恶心 根本是禽流感三明治 我觉得蛮夸张的 因为没有遇过 没有遇过是生的 然后现在又有禽流感 如果是真的从便利商店出来 然后没有熟的话 那可能就是 对啊 是很 对 是有点奇特 反正整个制造流程 应该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视频会是在安全上面 可能需要再做一个评估 努力的选吃吃的东西吧 比较注意 现在情容感爆发 竟然还出现三明治夹的鸡肉 没有熟 民众批评管有漏洞 超商不愿意受访 只愿意私下表示 这是大量鸡肉片 经过烤炉制成 过程中应该没问题 他们已经联系消费者 取得商品后会尽快查明原因 综合报道